在我們下場的特別來賓 羅智政委員 江敏晴副下長 陳玉政委員 馬文君委員 張思綱議員 前兩天在加州 這禮拜天 在美國加州發生一件不幸的事情 在美國加州 在南加州 在Orange County的Irvine 一個教會裡面 長老教會 有一個也是台灣去的 那麼從拉斯維加斯去 在裡面把門鎖起來 然後在裡面開槍 打死了一個鄭醫師 然後打傷了五個人 而且四個是重傷 滿慘的 到底為什麼 然後他到底怎麼回事 開始的時候說是大陸人 打傷台灣人 後來又說不是 說這個人他就是台灣去的 是外省第二代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他到底有什麼仇恨 現在認為說是 美國的警察說是政治仇恨 我們看一下 傷心 恐懼 疑惑 台北南門教會的張宣信牧師 接受TVBS專訪 對目睹倉疾案 依舊餘疾猶疾猶存 為什麼有些人會那麼樣的極端 極端到恨 恨去殺害無辜的人 台藝槍守周恩偉 在南加州的台灣長老 趙會開槍 造成一死五傷 加州法庭迅速開庭 法官裁定 周恩偉罪行重大 不得保釋 負責全案調查的局局檢 檢察官石碧哲 記者會上 通罵周恩偉遭有預謀 而且行進冷血 所以指控他犯下一擊謀殺罪 警方表示周恩偉曾經擔任保全 還受過用槍訓練 他們在現場找到三個包包 裡面有四枚汽油彈還有多發子彈 而且在周恩偉身上也收到兩把手槍 調查後更發現周恩偉先埋伏人群 還故意用強力叫封住門鎖 顯示他策動大規模屠殺的意圖 非常明顯 更況周恩偉的車上 發現用中文寫著 台灣不該是獨立國家的紙條 被檢方認定是仇恨犯罪 最高恐怕可判死刑 因為事關兩岸敏感議題 大陸外交部也在記者會上這麼說 大陸國台辦也呼籲 希望台灣內部不要借機醜作 拿周恩偉的意識形態大做政治文章 好 那麼這個周恩偉 他當然做這個事情是令人很髮指 美國檢察官說他是一個怪物 另外他台中醫中畢業的 這是他畢業紀念冊的相片 另外台灣有一個台醫的醫生 他從小一歲到美國去 他爸爸也是醫生 然後他因為陪媽媽去做禮拜 他從小練武術 所以他去抵抗槍手 擋了三槍 如果不是因為他的話 可能死傷會更重 他的室友嚇壞了 他住在拉斯維加斯 住在拉斯維加斯 他說他是個善良安靜的人 兩個星期只談論過台灣 他只談過一次台灣 他認為台灣政府很腐敗 所以自己像政治難民 他曾經擁有一個樓房 有12間房子收租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被房客 打成重傷 然後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傷害 然後性格就大變了 變了非常多 然後老婆把房子也給賣了 太太回台灣 他在美國 他在台灣四個大學曾經任教過 他有美國的私家偵探的執照 到2026年 執照的校期到2026年 他寫了很多書 好幾本書 另外調酒 他也寫了好幾本調酒的書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來 羅偉 我想這樣的一個暴力 甚至是屠殺的行為 坦白講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被接受 不管他有什麼樣的亮麗的背景 學歷 身家 這都不是理由 我想這時候不用去給他 任何的這種所謂 幫他去說他有很好的背景 在台中 不用拿學校畢業等等 這都不是理由 但是不可否認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所謂槍擊案 背後的動機的確是一個關鍵 因為槍擊案原因很多 有情殺 有財殺 有等等 但是在美國這樣一個 非常強調多元的一個社會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國家是多元 因為全球化之下 來自不同宗教 不同背景 不同國家的人 到一個地方之後 不要因為他們的不同背景 政治信仰 性別等等 而受到特定人士的歧視 甚至採取暴力的行動 這是普遍化 國際化之下 很多國家面對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這樣的國家 有所謂傷害罪 可是對那種所謂 因為仇恨 或仇恨相關的動機 所造成的傷害罪 會有更強大的一個所謂的嚇阻 或採取一個懲罰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東西 會造成一個社會的對立 尤其是族群 族群 不同政治團體之間 社會團體之間的對立 所以我想很清楚了 這個從現在的很多證據 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所謂仇恨 而且是政治動機所引發的 這樣一個暴力 殺害的行為 我相信美國警方應該最早時間內 能夠把這相關的證據 攤在陽光下 因為最終一定要經過陪審團 在公開的審理情況下 很多證據都會被攤在陽光下 我們只希望這樣的情況 不要再進一步 產生所謂的擴大 甚至所謂示範的作用 因為美國這個時候非常敏感 這些議題很容易 會有仿效的作用 甚至造成不同的族裔之間 更進一步的緊張 我想現階段最重要 希望這樣的議題 不要進一步擴大 造成我們台裔的同胞 在海外 有這種被歧視也好 會造成這種寒蟬的效果 因為他曾經參加過合同會 那麼合同會 在美國的負責人說 他兩三年前已經不參加了 已經不是會員了 發帕呼籲美國當局 把合同會列為恐怖組織 另外長老教會也呼籲 要徹查台灣的統派組織 說會不會有統派組織在裡面 就是說跟他有什麼關係 那美台僑委會是說 希望僑民避免被仇恨 挑撥分化 外交部也說希望 美方全力的保護 我們僑民的安全 AIT也講話 希望台灣社群平安度過 這個艱難的時刻 會這樣怎麼樣 坦白說 這個民主政治 確實是多元主義 但是問題是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不能為審監判 它是極端行為 是社會偏差 而且傷人至極 這確實是的 但是各位上網看一下 美國近幾年的槍擊案件 濫殺無辜的 其實是這個案子而已 這都是不對的 不是說他做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每一個動機確實不同 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張紙條 就認定他是誰 而且他過去跟誰有牽連 就豬連九族 這都不對 自己造業 自己擔 所以我認為說 不論是從精神分析 或者是從犯罪學的原理 或者是說他整個犯罪的動機 確實是需要去清查 那個勾基的因果關係不容易 當然要去做 雖然遠在美國 但是因為是我們自己的同胞 那傷害的都是自己的同胞 所以我認為 確實應該弄清楚 但是不要有垂直法則 看到這個問題 看到幾條就認為說 什麼促統會等等 就是要去徹查 我認為一個真正民主政治 成熟的社會 應該像蔡英文總統 在2016年1月16號所說的 在我任內 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政治認同 而道歉 這就是契度 我真的如果能夠擴大來做的話 台灣的社會 其實就能夠相互的包容 但這件事情 本身確實不能夠原諒 例如在5月16號 這個案件前一天 在水牛城的超市 一下掃射十幾個人就死掉了 這也是無辜的生命 難道這也是政治仇殺 他當然不是 就每一種犯罪 他有他的一個軌跡可循 確實如果從這個當中 要去談到說 是不是他因為擔心兩岸的發展 或者是台灣未來走向 很多人都要擔心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熟悉的朋友 龐建國龐教授 他正當風華正茂的年齡 他還是擔心未來兩岸 這樣走下去 台灣怎麼辦 那種憂心忡忡的感覺 最後讓他自己選擇 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我覺得說以龐老師見多釋廣 而且他在教這方面的人 他都會擔心兩岸的問題 何況是我們一般老百姓 擔心國家的事情 是人人有責 這個國家希望皮膚有責 但是事情要一馬歸一馬來看 這件事情我們就靜待 美國司法的調查 我們自己要做一個警惕 也就是說在台灣內部 不論是桶 不論是毒 不論是藍 不論是綠 兩者之間真的能夠做到 蔡總統所說的 沒有人必須要為自己的政治認同 而道歉的時候 其實統跟毒在光復當中 都是一種政治選擇 而不是說誰才是政治正確 才是真正的愛台灣 那邱委 是 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是很遺憾 任何一位就是 做出這種行為的人 不管他的政治立場如何 不管他支持統治度 或他有任何的其他政治立場 都不應該就是說 都不應該是去譴責他的立場 然後接著豬連九族 就即便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做這個做出這個行為 他是一個主張台獨的人 然後他在車上發了一張紙條說 我就是主張台灣獨立 然後接著他做出這樣的行為 難道我們也要去說 這個要求這個美國政府 把這個主張台獨的這個團體 列入恐怖組織嗎 當然不是 因為尤其在民主成熟的社會中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政治立場 政治信仰 不管在美國 或在我們中華民國這裡 都是一樣 我們當然嚴厲譴責這樣的行為 他這種掃射的行為 這種兇殘的行為 非常非常的不應該 也應該受到法律最嚴厲的制裁 但是絕對不是說 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是如何 然後就豬連九族說 你的政治立場主張就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應該這樣 再這樣擴充去解釋 台馬尾 就這個案子來看 因為剛剛張教授也提到 其實在差不多的時間點裡面 有一個18歲的 就是算年輕人 他有白種人的 至上的這樣的理念 他也槍殺了十位無辜的人 這些都是令人罰指的行為 都是非常可惡的 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濫殺無辜 可是這個需要司法去做判斷 因為現在 我們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已經介入 他會影響到有很多的判決 而且更會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尤其是國內還有美國 因為其實像過去 我們僑胞就是僑胞 現在把它分成台僑跟華僑 我們現在還沒有真正的事實 呈現之前 像第一時間我們在媒體就看到 他下的標是中國槍手 仇恨台灣人 所以槍殺了幾個台灣人等等 像這樣子的標題 其實都沒有查證 結果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以後 他的標題慢慢私下改了 可是那個標題會永遠在 他就一直傳 所以讓很多的誤解跟對立 不斷的產生 像現在也是 都還不知道他確切的 到底的狀況 我們馬上把政治的考量 或者甚至統突的意識形態 全部都把它融入在這裡 所以我想這個對整個台灣社會 其實也是不利的 尤其是現在兩岸關係 在比較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要冷靜的 去怎麼樣化解很多的衝突跟對立 怎麼樣不要再去製造 這樣子的一個紛爭 我想這個會減少很多 這些無辜的生命 受到殘害的這些事件再次發生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就事論事 那個持槍在掃射確實是不對 不管今天他的這個 是什麼樣的背景 族群 或是政治意識形態 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基本上都要受到法律 最嚴厲的制裁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利用這個機會 我看到有些團體或有一些言論 從中中又開始見縫插針 甚至說這個人是某某誰誰誰的 什麼粉之類的 我就覺得不必再做這種政治文章 他就是一個心裡面 對於現狀不滿的人 用這個最惡劣的方式 去表達他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這個不管任何人 都會給予譴責 至於後面那些政治文章 或是大肆宣傳 從中間再去做一些挑撥 我認為那就是在企圖 做一個分裂 我覺得這種分裂的做法 後面的政治操作 真的大可不必 因為大家如果真的幫他們哀悼 幫這個王者感到悲傷不捨 就不要用這種政治的方式 去上面火上加油 就是不管你的政治立場怎樣 因為多元化社會 會有多元的政治立場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不可以用這種暴力的行為 這是絕對不容許的 而且就是也要自治 每個人也要自治 雖然我堅持我的政治立場 或我的主張 但是我要尊重別人的 不同的政治立場和主張 我覺得這是個民主最起碼的 一個要求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 那麼烏克蘭宣布馬力波戰鬥任務完成 那烏克蘭總統的顧問說 馬力波能夠守住82天 就改變了俄烏戰爭的走向 他能夠一直在撐在那個地方 打不下來 所以有240個軍人被迫投降 任務已經完成 到底走乾淨了沒有 因為不同的講法 現在說俄軍完全佔領了馬力波 烏克蘭說鋼鐵場的守軍是當代的英雄 就像那時候四行倉庫 守到最後還是守不住 但是已經完成了一個不錯的一個 一個楷模 從某個角度看 對士氣有很大的幫助 烏克蘭軍方說 已經完成了馬力波的戰鬥任務 這個城市等於全部淪陷 全部淪陷了 但是為什麼講說 到底撤完沒有 因為說俄羅斯撤回 釋放亞蘇鋼鐵場的戰俘的協議 本來說戰俘可以離開 所以俄羅斯說 俄羅斯被指控 被罵說是欺騙烏克蘭 所以專家已批俄羅斯是卑鄙 所以看起來好像還有人 好像沒有撤完 沒有撤完俄羅斯說 現在不再撤了 到底怎樣 不知道 那我們看一下 另外就是瑞典跟芬蘭 瑞典跟芬蘭都要加入北約 那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 出現在瑞典接受軍禮歡迎 他身邊的就是瑞典國王 卡爾十六世 芬蘭和瑞典的領袖見面 為了當然就是兩國申請加盟北約 兩國政府相繼宣布啟動加盟北約程序 芬蘭國會先在當地周二啟動表決 芬蘭國會議員一面倒支持政府加入北約的提案 至於瑞典外長也已經簽下加入北約的申請書 美國國務院也對兩國的火速行動表達支持 事實上美軍目前就在波蘭聯合德國英國丹曼和波蘭軍隊 進行五國聯合軍演 北約動作頻頻也讓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忍不住嗆聲 拉夫羅夫不只說烏克蘭被捲入北約爭議 還表示瑞典和芬蘭加盟北約 其實根本不會對俄羅斯產生新的威脅 芬蘭國會已經批准申請加入北約 兩百個議員裡面一百八十八個贊成 他跟瑞典宣布一起申請加入北約 另外俄羅斯也退出了波蘿迪海的國家的理事會 退出了 這個理事會有哪些人 本來有俄羅斯 丹麥 埃塞尼亞 拉托亞 立陶宛 挪威 波蘭 芬蘭 德國 冰島 瑞典 歐盟 結果現在他退出 不參加了 不跟你們搞了 另外匈牙利總理宣布連任 罵西方說你們都是自我毀滅 另外俄羅斯的前空軍司令 有上節目 在俄羅斯很紅也叫60分鐘 他說俄羅斯情況會越來越糟 他說因為俄羅斯現在完全被政治孤立 然後面對42個國家組成的聯盟 因為美國不是說他找了40個國家的 國防部長要商量怎麼樣軍援烏克蘭 所以你現在俄羅斯你怎麼面對42個國家 怎麼可能 而且烏克蘭已經說 他可以動員100萬的後備軍人 如果烏克蘭動員100萬的後備軍人 加上西方給他的武器 你俄羅斯將來怎麼面對 不容易是說他是俄羅斯的前空軍 上俄羅斯的媒體 我本來以為是美國的60分鐘 是俄羅斯的60分鐘 所以看起來 連俄羅斯人自己本身都覺得有問題 來 政委 這個戰爭已經打了這麼久了 那受到的這個關注就是說 我們從各個國家各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從烏克蘭來看 像烏克蘭這一次這個戰爭這樣打下去 事實上長期來講 對他的國家也是非常辛苦的 當然我們也都一直知道 他是美國的算是馬前竹 然後美國也有持續要呼籲歐洲 一起來提供相關的這個經援 歐洲國家當然現在很多國家 為自己的立場當然說 紛紛的要去加入北約這個組織 但是長期來講 如果從再拖下去的話 對烏克蘭本身也不一定 也不應該是一件好事 因為再往下拖的話 那以後這個國家要恢復 要再重建 那又是一代又一代的事情 那打下去已經有點開始 兩敗俱傷那種感覺 因為俄羅斯也沒有如一開始 大家所認為說他這麼強 軍事力量這麼強大的國家 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拿下烏克蘭 從基輔撤退以後 然後接著剩下烏東 然後烏蘭這一代 那看起來也沒有 好像也往前推進 也是無力往前推進 那後面又遇到美國 結合歐洲這麼多國家 一起在經濟上面制裁他 那對俄羅斯來講 這整個經濟的發展前景 等於是他也是被牽制住了 所以這場戰爭 其實來看對兩個國家 對他們那樣都沒有贏家 剛剛講說這個亞素鋼鐵場 到最後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情況 拖著疲憊的身軌 死守亞素鋼鐵場 82天的烏克蘭士兵 手拿行李和裝備 從場區內走了出來 一看到人 俄軍就上前搜身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的說法 又超過250名死守鋼鐵場的烏軍 已經向他們投降 就在當地時間17號 俄羅斯派出至少有7輛巴士 載著這批投降的烏軍 離開鋼鐵場 從俄羅斯官媒拍攝的影像 可以看到有傷兵 也有警察 每個人眼神空洞 神情沮喪 畢竟他們堅守鋼鐵場 最後依舊得投降 只是烏克蘭官方卻說 投降是俄羅斯的情報污賊戰 俄羅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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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這250多位烏克蘭英雄 儘管棄手亞速鋼鐵場 但同讓馬里烏波爾 落入俄羅斯手中 只是專家認為 現在失去鋼鐵場 對烏克蘭影響不大 但俄軍掌握馬里烏波爾 終於打通克里米亞 往烏東的陸陸走廊 對俄羅斯來說 還是這場戰爭中 為數不多的勝仗 馬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不知道 最終的結果會怎麼樣 可是我們從幾個細節來分析 因為這個在媒體上 尤其是我們國內的媒體 好像都沒有相關的報導 首先就是地圖不會騙人 其實俄羅斯每一天 他控制的區域都在增加 而且如果他是打輸的 那俄羅斯都快輸了 那亞速鋼鐵場 他為什麼會投降 其實我們應該要看的 像現在因為以俄羅斯來說 他是屬於特殊的軍事作戰 可是在烏克蘭 他是全面的戰爭 因為他已經發佈緊急命令 他已經有第四次的動員了 所以他前線目前都是沒有訓練 沒有裝備的後備軍人 到底他會怎麼樣 而且包括歐美 他提供這麼多的資源 人力目前打成這樣 我們不曉得到底是誰打輸 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可是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時候我們的訊息可能是片面的 那我們可能就會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 比如說像如果俄羅斯 他如果真的輸了 他如果打贏了 美國跟歐洲沒有辦法壓制俄羅斯 相反的以台海的情勢來看 美國跟歐洲或其他國家 他可能結合起來 也沒有辦法壓制中國 對我們台灣還有現階段來說 其實這是我們可能也要去觀察 或者要去了解比較深入的部分 對 我想兩個層次 一個是戰役 一個是戰爭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小規模的地區 或特定的一個戰場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戰役 這個戰役對整個俄烏戰爭 到底誰贏誰輸 當然除非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戰役 這輸了之後整個骨牌輸了 整個大概就結束了 顯然這個戰役並不是一個 我認為絕對性的關鍵的戰役 坦白講過去在相信三個月的時間 烏克蘭在這個地方能夠擋那麼久 已經是非常不簡單的一個事情了 因為他就是守 俄羅斯是攻 所以對俄羅斯把這個地方拿下來之後 剛好攻守異位 你等一下就守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能夠把一個這個地方給拿下來 不表示能夠佔領 甚至能夠有效的佔領 就好像在北部的確 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下 我是拿下來了 可是沒多久你變成守 烏克蘭要攻的話 你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要去守住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只看一個 特定的戰役 要坦白是再這樣下去 這場戰爭最後是贏家跟輸家是誰 同時我們要看所謂贏跟輸的標準 不是只從軍事上來看 從政治上看 從經濟上來看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這場戰爭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或藉口 就是俄羅斯不希望烏克蘭加入北約 可是走到現在為止 不但沒有擋住所謂烏克蘭 要不要加入決定的決定 更重要 有更多國家加入想要加入北約了 包括瑞典 包括芬蘭 過去我們認為是所謂中立的國家 甚至是在蘇聯的俄羅斯控制之下的 這些國家 現在也決定跟俄羅斯說再見了 所以所謂阻止北約東擴 這樣的目標 至少到目前看起來 不但沒有達到 而且是一塌圖 一敗糊塗 所以我相信這個戰爭的最後的結果 現在來那麼早做定論 可能是稍微早了一點 對 我也在想說鋼鐵場是 俄軍拿下來了 但整個瑪利烏波爾到底 烏克蘭會不會反攻 他現在就打打 就是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佔據了 打出來了 佔據了 打出來 到底會 達到什麼地步 不過美國財政部長也警告了 他主要是為了要替烏克蘭去募錢 他說烏克蘭沒有足夠的資金 跟俄國打 又維持運作 一方面打仗 一方面維持他政府的運作 他現在幾乎生產也很困難 農作物他靠以出口的農作物 現在也很難收成了 所以他現在希望歐洲 能夠增加援助 他說 否則的話 他說烏克蘭財政 迫在眉睫的需求 烏克蘭缺乏資金 來維持政府運作 那麼現在雙邊跟多邊的支持 是不夠 還是不夠的 所以其實打下去以後 烏克蘭跟俄羅斯看起來 其實都 財政上 其實都相當困難 我們休息一下就回來